我願意介紹您的兩位新手機的操縱 購買了Houston Police Foundation Spot 和HAL 走起路來快速敏捷 這台外型宛如寵物狗的機器 可是休士頓特種部隊的得力助手 不論是移開危險物品上下樓梯 或是搜索狹窄的屋底 對機器警察來說都不成問題 就連開門也難不倒 而機器警察近日也立下大功 德州一名39歲的男子 2017年因為製造和交易管制物品 被判處20年徒刑 2022年4月獲假釋之後 卻違反假釋的規定 警方下令逮捕 男子甚至走出房門 對警察揮舞盛京極度挑釁 這時機器警察便派上用場 沒想到男子仍致死不從 警方將浴巾蓋在機器警察的手臂之上 試圖擺脫他 試著對機器警察開槍 機器警察出大招釋放催淚瓦斯 可以看到男子慌亂地爬出窗戶倒在地上 在接近兩個小時的交陣之後 警方將男子送上救護車 並將他依法送辦 特別新聞 綜合報導